你小时候玩过一二三木头人吗 这是一头跟着妈妈定住的小北极熊 你看他的脚 妈妈不动 他也不敢动 北极熊本来不玩这种游戏 但因为全球变暖 它们烈石的冰面变得平坦 没地方躲藏 要靠近海豹 必须这么定住 来装作不存在 可惜这种方法几乎无效 很快海豹就躲进了水里 第二次 北极熊发现了一只落单的海豹宝宝 它无助地呼叫着 但妈妈在另一边不敢靠近 只能希望孩子能自己躲进水里 北极熊母子点点靠近 妈妈越来越慌张地张望 就在最后一刻 它躲了起来 小海豹没事 但这对于北极熊来说 就是饿死的后果 北极熊要在冰块融化 猎场消失之前 吃掉一整年所需食物的三分之二 最后 它终于找到一只 来不及躲藏的小海豹 将它带走了 它的妈妈回到冰面寻找 孩子已经不见了 很多年前 海豹会在冰级里建一个窝 但现在海水结冰太少了 冰面也太平坦了 宝宝只能留在平坦的地方 在如今的夏天 海冰的面积比1980年少了四成 到了2040年 北极大部分海洋都不会结冰了 你可能看过这个公益广告 一个男人回家 每次回家 家都越来越小 最后进都进不去了 这就是北极熊的现状 不止他们 这里是俄罗斯的极北海岸 一个海滩 居然挤着超过10万只海象 感受一下 为什么要挤在一起 实在没办法 他们原本的家园在海滨之上 但海面不结冰了 他们哪里还有家 这个地方最接近 他们的捕猎场地 只有这里能休息 别看数量多 当所有的海象都挤在一起 只能证明他们的生存 已经濒临崩溃 海象们要过路 必须从同伴身上爬过去 有时会打起来 有时会造成集体乱窜 总是会有无辜者 惨死底下 有些海象喜欢独处 喜欢空旷 会找到远离大火的空间 比如这个80米的悬崖上 但真正的悲剧 就发生在这里 它们太重了 它们会不小心摔落悬崖 这是第一只 这是第二只 第三只 海象本不该在这么高的地方待着 它们的身体就不是为了高度塑造的 仅仅是纪录片拍摄的这一段时间 这片海滩就多了几十头海象尸体 名副其实的海象之木 最后一只奇怪的北极熊 从海里出现了 在褐色的海象中 白色的它有点特别 它没有冲向活着的海象 而是站在死去的海象中 轻轻垫起 扑打下面的海象 仿佛在试图唤醒它 这里是北极 全球变暖有很多后果 可能是蝗灾 可能泄露风存在冰山里的远古病毒 还有 对这些动物来说 可能会失去家 可能会失去生命 最可怕的 可能会失去所有的痕迹 作为个体 我们能做什么 纪录片《我们的星球》的官方建议是 多吃素食 不要浪费粮食 节省消费 使用清洁能源等等 很简单 但也很难 但不论怎样 减少你的一分欲望 就是增加它的一分生机 我是毒蛇 恳请大家尊重生命和自然 绝合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 准备到